近日,41岁的李玉刚重归大众视野,并带助昭君出塞再次出山。 目前正在国外演出,向外国人展示中国文化。 不过,近期李玉刚在演出时却发生安全事故,本来要登台谢幕的。 结果李玉刚下台阶时四面太滑,直接摔倒在的。 李玉刚穿住舞台装,还披住斗篷,行动显笨拙。 以至于摔跤后好一会才亮亮呛呛站起来,让人捏了一把汗。 事发当时,工作人员赶紧冲上去扶起李玉刚。 结果李老师被扶起来之后没走两步,却又一次摔倒在台上。 工作人员再次将他架起,才得以站起来。 李玉刚摔倒的瞬间。 疑似将五四灯撞坏了。 其中有好几个都不亮了。 事后工作人员还上台去修复。 可见这一跤摔得不轻。 在等待登台的瞬间。 李玉刚一直转动手腕。 疑似扭到了手关节。 有工作人员询问李老师的状况。 也只是帮他稍微按压一下。 并没有及时用药物清理。 因为李玉刚坚持要登台谢幕。 虽然在后台遭遇了惊险一幕。 但李玉刚还是坚持登台。 在舞台上跪得许久。 又和伙伴们一起上前鞠躬致谢。 在同伴们都鞠躬结束准备下台的时候。 李玉刚还在舞台上坚持鞠躬。 时间长达十分钟。 不愧是敬业的老艺术家。 直到演出结束后。 李玉刚才接受医生检查。 至于李玉刚到底有没有受伤。 媒体就无从得知了。 但摔下来的时候能把灯兜撞坏。 就算没有流血。 但也一定留下瘀青。 需要疗养。 因为李玉刚是在谢幕前摔跤的。 当时舞台幕布还没有拉开。 他的粉丝也是在媒体报道后才知道的。 所以纷纷询问老师的状况如何了。 事后。 李玉刚还发布一条动态。 内容有点揪心。 疑似回应了这件事。 他说我其实没有失踪。 歇一歇就会回来。 疑似要休息一段时间。 再继续登台演出。 李玉刚曾经凭借新贵妃最久享誉世界。 但这首歌之后。 李玉刚沉寂了很久。 曾被人物以为失踪了。 而在今年。 李玉刚才携带作品《招军出塞》回归。 当他带着作品和世人再次见面的时候。 一切猜想都迎刃而解。 他没有失踪。 而是陈殿下来继续创作。 用最好的艺术回馈社会。 李玉刚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国人的喜爱。 也被外国朋友所尊敬。 12月9日。 李玉刚现身加拿大演出。 将王昭君的故事用艺术方式介绍给外国人。 并得到了他国朋友的热情欢迎。 据悉。 李玉刚的妆容和造型都是亲力亲为。 在担任演员的同时。 又兼顾服装师和化妆师的角色。 跟当今网红有一拼。 舞台上穿什么服装。 搭配什么妆容。 如何让妆容和服装容为一体。 如何更好地凸显中国传统文化元素。 这些都被李玉刚研究多年。 作为资深艺术家。 李玉刚的学识和实力是得到全世界认可的。 这次舞台事故也体现了他的专业素养。 有他这样的演员传递中华文化。 我们很骄傲。 阅读更多新闻。 李玉刚19岁时做过乞丐。 六次申请上春晚被拒绝。 现成国家一级演员。 提起目前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。 很多人会想到费玉清。 可就在今年。 这位优秀的老艺术家也已经宣布告别自己47年的演艺生涯。 正是丰卖了。 除了费玉清以外。 也有这样一位歌手。 为华语乐坛做了非常杰出的贡献。 曾经因为男扮女装还引来了无数的争议。 他就是李玉刚。 出生在贫困家庭的李玉刚非常渴望学习各种知识。 由于家中经济贫困。 年少的他不得不辍学打工。 但那时的他深知。 打工不可能是自己人生中唯一的出路。 于是他带住200元。 给母亲留下一张字条后便离开了家。 但外面的世界没有那么好闯荡。 李玉刚不仅在餐厅当过服务员。 还自己经营过服装店。 可这毕竟不是他的专长。 没有多久就进行不下去。 他知道自己喜欢唱歌。 想要跟随乐队四处演出。 可没过多久。 乐队便解散了。 看住自己口袋里的钱一天天减少。 回想起自己做过的那么多失败的事情。 李玉刚一下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。 便决定跳河自杀。 好在他是幸运的。 被路过的一个乞丐给救了起来。 当时19岁没有去处的他。 只能跟住自己的救命恩人四处乞讨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。 也正是因为那段乞讨的时光。 他在救命恩人的身上看到了生命力的顽强和可贵之处。 便恍然大悟。 重新以一个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。 重新去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梦想。 告别了自己的救命恩人。 李玉刚找到了一家音像店打工。 白天利用工作之余学习男。 女生及各种流行唱法。 万商穿梭在各个夜总会一边唱歌赚钱。 一边积累经验。 在一次演出的时候。 他被工作人员安排到和一名女歌手一起演唱歌曲。 可言丑住登台时间就要到了。 却没有看见女歌手的身影。 李玉刚只能硬住头皮上。 在男女生的成功转换下解决了这次危机。 这个演出不仅让他获得了很多的掌声和欢呼声。 他也突然发现了属于自己的。 独特的艺术之路。 从那以后。 李玉刚便走上了长达六年的反串之路。 这样的李玉刚在当时的条件下。 背负的骂名比掌声还要多。 更多的是被人用不堪入耳的言语辱骂。 但不管被骂得有多惨。 表演背后有多心酸。 他始终不愿意放弃。 因为他坚信。 自己一定能通过这条路走向成功。 虽然面对外界他始终不惧怕。 但他非常害怕让自己的家人知道这件事。 因为从小。 他的父亲就告诉过他。 在外一定要做一个良民。 不可以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 可是指终究还是保不住火的。 他的父母在星光大道上得知儿子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男扮女装。 可把老人家气坏了。 尽管父亲一直对他反串角色持反对的意见。 他绝口不提放弃二字。 星光大道成就了李玉刚。 虽然他小有名声。 但依然没有任何唱片公司愿意牵他。 因为在那时他的反串还是会被人用三叫九流等词语来形容。 在所有人的眼里。 这样的李玉刚是南登大雅之堂的。 为了能让大众认可他。 李玉刚毛遂自荐。 连续六年向春晚的导演组递交自己的作品。 可是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。 他们始终觉得。 李玉刚这样的做法是跟自己较劲。 只能是吃力不讨好。 但随住时代的发展。 春晚舞台的包容性越来越强。 他们突然觉得。 让李玉刚登上舞台。 或许也能给春晚增添一些色彩。 果不其然。 李玉刚在春晚上唱的一首《新贵妃醉酒》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。 他也因此扬眉吐气。 在那以后。 人们渐渐发现李玉刚身上的魅力所在。 而他那独特的表演方式。 也让他成为了新国风的代表。 意气风发的李玉刚还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向了国际。 在国外演出的时候。 还被国家领导人接待。 实在是中国人的骄傲。 从当初一个只有两百元小乞丐。 到现在的国家一级演员。 从到处的备受争议。 到现在的国人骄傲。 李玉刚的人生。 真的可以用逆袭来形容。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。 有梦想就要坚定。 万一哪天见鬼实现了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。